这个男人多少沾点狠 拎着大帮子拦住了别人的豪车 善意地提醒对方 先生 您的后车灯坏了 应该羞羞 啊 我车灯没坏啊 现在坏了 大家可能以为这个家伙是个流氓吧 不好意思 他是一位正义的警长 美国田纳西州历史上首位退役兵王警长 被枪杀骑士 刀杀拔刺 最严重的一次受伤 缝合了182人 他和妻子在车上被匪徒袭击 车身留下了100多个弹孔 在医院里躺了18天 因此错过了妻子的葬礼 没错 牛叔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真实实现改变的电影 《威震八方》 故事发生在田纳西州的某边锤小镇 退役兵王强森回到家乡 看着熟悉的街道 心中感慨良多 还是家乡人看着顺眼呢 比那些大城市的人可舒服多了 看三岁又同独自上街 就是这么的淳朴 哦 原来是孩子的母亲在买毒品 看来善良的群众中也难免有些异类 他又一路赶到了父亲所在的木材厂 想给爹地一个惊喜 可没想到他先进了 拉动整个小镇GDP的木材厂 已经黄了 不用问 父亲肯定失业了 本来他还想在这某个差事 现在也不用想了 好在一家人的团聚 总算冲到了他心中的阴霾 父亲母亲喜笑颜开 只是好大儿终于退役回家 怎么就吃碗面呢 连煮方便面配合得尝尝都没吃上 咱家这是咋的了 穷成这德行 原来自从镇上的木材厂倒闭之后 他的父母就失业了 这么大的年纪 想再就业也十分困难 所以就只能没事捡捡破烂 他吃的这一份碗面 还是老爹出去捡半个月才买的 不仅如此 其他小镇居民 也基本失去了经济来源 所以强森记忆中 那个美丽的家乡 已经彻底拉了 毒品横行罪恶滋生 曾经善良淳朴的乡民 都变成了恶棍和尸足女 大家的日子都十分艰难了 大儿绕 明天老爹再努努力 争取让你吃装方便面袄 第二天强森正在修整破旧的房子 好基友约翰突然来访 两人都非常的开心 约翰和强森从小就在一起 感情非常的铁 这次他特意约了几个高中同学 大家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玩了一场橄榄球 在交谈之中 强森了解到 原来在他参军后不久 镇上的木材厂 就被富二代小皮给关闭了 这个小皮的能量通天 不知道在哪搞的赌博牌照 转头就在镇上开了家赌场 那个钱简直赚海了 说起来强森和小皮还是老朋友 俩人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死对头 在强森的戴两下 他们这群好朋友 和小皮的哥们们干了好几家 由于强森的天赋异禀 那几仗他们都打赢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当晚小皮就邀请几人 去他的赌场消遣 啤酒果盘什么的免费 等到了赌场 强森才知道 感情这里面不仅有赌博呀 什么吃喝嫖赌抽 应有尽有 太好玩了 尤其是嫖 数十挺斩尽 就在这时他意外的发现 这个表演的姑娘 不就是自己的前女友小美吗 那个场面别提多尴尬了 没想到离开自己之后 他过得也不好 竟然沦落到在这种地方赚钱 心情郁闷的强森又回到了赌桌上 看朋友赌钱 可今天朋友的点子够背点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把带来的钱全输了 强森感觉不对劲 一眼就看出了庄家在出老天 可这里毕竟是小皮的地盘 他不想撕破脸皮 只是警告对方 把朋友的钱交出来 可庄家毕竟硬气惯了 在这个场子里没人敢找茬 贼裤腰带没激紧 把你给露出来了 强森也不怪他毛病 直接丢出崽子 接错了庄家的把戏 其他赌客一看这种情况 全都嚷嚷起来 怪不得我赌场小飞龙 裤衩子都输没了 原来是你们出老千 赔钱 这番骚动自然引来了赌场的保安 他们不由分说就开始围有强森 可咱们强哥 毕竟是特种不对出身 打这群小可爱还不是手到擒来 三拳两脚尽数放倒 对方眼见实在打不过 终于用出了下撒烂的招数 电棍出雾六 等强森再次醒来 已经被关在冷库中 鼠王发现了他的特种兵纪念勋章 一把就揪了下来 拿来吧你 为了让这个什么狗屁特种兵长点记性 鼠王又用小刀 在他的身上狠狠划了几刀 最后才将折磨得半死的强森 扔到了马路上 多亏他血条够厚啊 总算捡回一条命 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 分明是赌场的打手恶意行凶 可奇怪的是 警方根本不予立案 只是说双方互而偶 各有对错 如果家属实在追究的话 那就把强森也逮到橘子里 胳膊扭不过大腿 消天的得了 老逼等 在医院里待了半个月后 强森势力出院了 没想到小皮突然来访 鬼鬼祟祟的 塞给他几千块钱 意思是 能用钱解决的事 咱别动手 这事倒没有比钱更重要的了 正好哥们那挺赚钱的 还缺个保安主管 要不你屈尊 去给我维持维持秩序 说实话 强森从小就烦小皮 这副钱能解决一切的嘴脸 你能解决别人 你解决不了我 咱们不是一种人 你以为有钱就是大爷啊 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 转过头来 强森就去警局里 告发了小皮 说他在赌场出老千 手下悬是黑车会 可没想到 警局的人根本不搭理他 并且好心的劝告他 你没有死亡 已经很幸运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回家好好孝敬父母吧 强森这才明白 原来警察已经被小皮收买了 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 可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这个小镇的经济支柱 就是赌场 有多少人指着赌场生活 如果小皮出事了 警察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到时候我家孩子 没钱买奶粉了 咋办 你养我呀 我养你个娃娃云 强森郁闷的回到家中 没办法了 他虽然号称兵王回家 可也不能同时 跟黑白两道对抗啊 浑身是铁打几个拎子 岂不知 术玉镜而封不知 过了没几天 强森的小外甥 因为吸食毒品 过量休克的 当他得着那些卖毒品的人 正是赌场的打手时 怒火彻底压抑不住 转身回到屋内 拿起了父亲的线弹枪 但当他准备进入赌场时 还是决定放下武器 自己好歹是个军人 如果冲进去 载骑个杀把个 那小日子可太有盼头了 于是他拿起了 车厢里的木棒子 进门无需作严 看到东西就死劲的砸 什么老虎机 水果机 保安 保安的裤装 全都干碎 尤其是抢他勋章的 混混鼠王 强森狠狠的 给他来了几下 直到打晕才平手 这下总算是 出了心中的恶气 可那恶霸小皮皮 也不是擅长 眼见手下吃亏 马上拿起了 法律的武器 还没等强森走出多远 就被警察吃香 堵在了车里 等待他的 将是18年的刑期 律师建议他 认罪复法 有可能蹲不到 十年就出来了 毕竟他的所多所为 没什么可辩驳的 故意损坏他的财物 故意殴打安保人员 官司是不可能打赢的 你逗我玩呢 强森就不信了 咱占理还能输吗 然而很快 他就认识到了 现实的残酷 在法庭上 证人保安轮番登场 含泪控诉 形势可谓非常的不利 轮到强森的律师发言了 这家伙不仅 不做任何辩护 还同情起了保安的遭遇 这下强森可傻眼了 感情色里的所有人 都被小皮收买了 他怒发冲冠平栏处 当庭解雇律师 我自己替自己辩护 他站在了陪审团 和大法官面前 把自己回到家乡后的 所卷所闻都说了出来 三岁孩子的母亲 当街买卖毒品 木材厂被迫关闭 大家伙都失业了 前女友私系经纪来源 跳起了推衣舞 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 怎么做恶的人没法律管 偏偏管我就这么起劲 说到激情之处 嘎的一声拽着外衣 露出了满是伤疤的胸口 大家伙看看 我参军八年没受过一点伤 结果回家八天 被弄成这样 最终他的一番慷慨陈词 顺利的打动了陪审团 法官当庭宣布 强身无罪 现在就可以回家 原来小皮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啊 已经让镇上的居民认识到 他虽然带来了经济发展 可更多的是生灵涂炭 肥了他们自己 把老百姓都祸祸完蛋 可人家势力大呀 大家伙敢怒不敢言 如今出了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维护正义 替大家把事干 那还不赶紧抬双脚支持 举双手点赞 强森的胜利 让大家喜笑欢言 共同推挤他成为小镇警长 大步向前 而强森也暗暗发誓 一定要扫清镇上的罪恶 绝不让家乡的人民再次堕落 也绝对不会让那些邪恶制度好过 他把自己的皮卡改装成了警车 把那根砸烂赌场的木棍 强化成了加19警棍 当警员们虚心雅意的 庆祝他当选警长 并声称大家都是正义的好警察时 强森回忆礼貌性的微笑 然后让他们收拾行李 赶紧滚蛋 让这帮人当自己的同事 说不上哪天就得背后捅刀子 可整个警局就剩他一个人也玩不断 强森第一时间想到了好兄弟约翰 反正你在工地搬端 不如跟着我干 随后两人组成了正义执法小队 四处抓捕毒贩 但只收拾这些小鱼小虾 无法除掉罪恶之源 也就是幕后黑猪小皮 于是他们用计逮住了混过头的蜀王 没想到蜀王也十分的硬气 无论怎么威逼利诱 就是不说制度我点在哪 被逼无奈强森只能用出了一些损招 蜀王最爱的就是自己的改装车 那就只好让约翰帮忙 好好的改装一下 没想到蜀王虽然一点点心疼 可就是打死也不说 没办法 强森和约翰兄弟俩骑上身 叮叮当当把车拆的都不像车了 可蜀王还是没有交代 因为他知道 我不说只是损失了一辆车 如果说了那一家老小的性命可就没了 最后强森没有放过他 而是关进了警局 这回他算是彻底的得罪了那些黑恶势力了 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 强森让约翰替自己去家里照看父母 而他自己则留在警局之班 说时迟那时快黑夜来临 小美突然来访 他告诉强森 自己已经从赌场辞职了 从凉了 以前干那份工作 不过是为了糊口罢了 如今强森回到家乡 又让他看到了希望 强森挠了一下就站了起来 一对小情侣干财烈火再续前沿 乌乌喳喳的在警局里折腾了一宿 把鼠王折磨的够呛 此处省略五百二十几个字 不得不说外国人的思想都够开放的 连这种身份的姑娘都能坦然接受哦 第二天略显疲惫的强森准备去买点早餐 没想到小皮雇佣的杀手已经到了 来者正是空虫派神枪三鲁汉 这三个人的子弹能连成一片 覆盖面积极大且怜悯不绝 丝毫不给敌人喘息之际 反正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警局因为平地 绝不让任何一只火雾走出来 面对这么凶狠的火力 强如强森也有点处了 他只能避其锋芒 用内力在地板上轰出一个大洞 然后将小美藏了进去 外面的枪声丝毫没有减弱 反倒由于撒罗汉的内力施展 子弹越来越密集 整个警局都快被打漏了 鼠王还怕自己被乱枪打死 于是请求强森把自己放出去 同时他终于毫不保留的脚带了 制毒窝点就在关闭的木材厂里 可惜他命不够硬 刚说完话就被打死了 神枪三楼汉看着眼前的残缘断臂 洋洋得意 任凭你是钢柱铁打也绝不可能活下来吧 岂不知强森的作战经验丰富 早就钻到了地板下面 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砰砰两枪干掉了两个 最后一个怒气之瞬间满了 干脆蹲针击枪朝地板下面疯狂扫撤 关键时刻小美用枪吸引注意 强森趁机偷袭 双剑合臂所向披靡 空痛派神枪三楼汉变成了三楼圈 另一边强森的家人也受到了杀手袭击 没想到约翰也是强了一批 虽腿部中弹 仍然成功的干到了两个 当强森赶回家时赶紧给他检查伤口 岂不知还有一个杀手躲在暗处 就在他要拿下双杀时 嘎的一声 强森的老父亲出手了 一枪毙命 无比优雅 安顿好家人之后 强森马不停蹄的赶往木赛场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各种制毒仪器 而恶霸小皮知道他会找到这里 所以已经恭候多时 这里的决斗就属实有点迷 小皮不用枪玩上兵法了 强森在明他在暗 你给他来个偷袭 说不上就成功了 可小皮非得玩点高级的 用陷阱 还好强森反应快 一把钻住了头上的铁锯 小皮这回可来劲了 用木棍疯狂的殴打强森 嘴上还逼逼赖赖 最终逃不过一句话 反派死于话的我 强森瞅准时机 一把拉住木棍 带着小皮一起掉落下去 你别看小皮细皮嫩肉的 没想到平时也有健身 拿着斧子和强森斗了个五五开 强森五五 他裂开 被强森狠狠地削断了一条腿 曾经这个小镇是你的天下 但是现在我回来了 从此之后 小镇的赌场被关闭了 小皮自闭了 而木材厂又重新焕发了升级 小镇居民又上岗了 于是大批强棱枪开始砍伐树木 至于熊大和熊二 是怎么和强棱枪斗争的 请诸位观看熊出没